好,这里是端亚佛 他们最近呢,他们出了一个开花的晴朗日的一个活动 他这个活动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按照他们上面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 就是他这个冒农岛世界掉落了一些花瓣 然后你要去把它找回来 那么他有几种方式去获得这个花瓣 首先第一个就是打猎等级附近的怪物 就是负20到正20的这个范围 第二个方式就是通过连续击杀 然后就会获得一些花瓣 第三个就是触碰连续击杀球 你触碰的那一刻他就会掉落一些花瓣 第四个就是使用符文 他现在的一些连续击杀球符文 还有上面的连续击杀他那个风格也换了一下 因为现在是春天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太阳花 在射手村神木村还有啾啾刀 它会有一些太阳花 然后你就收集它就会掉落那个花瓣 然后他这个活动就是通过你 以上的几种方式 就是所收集的花瓣 最后你会有一个积分 这积分的总数 就可以换到对应的这些奖励 那么分别就是双倍经验值券 这个是三天的 这一个是怪物公园 reborn自由入场券 然后这个是保罗与普利托入场券 一张 然后这个是成长密钥 一个暴风成长密钥200几一下可以用 然后这个是一个清香成长密钥 它就非常简单 就只有几天时间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然后来演示一下 它这个获得花瓣的一几种方式 首先是打算 通过打块它会掉这种花瓣 这是一阶段的 将军的保护 那是一阶段的 是一阶段的 然后那个是一阶段的 但是它们最后一伤的 是一阶段的 一个阶段的 一阶段的 那么就对 这一阶段的 它是一阶段的 是一阶段的 在一阶段的 就是这阶段的 这一个是连续七杀球 就你触碰的时候 就会掉这些长色的花瓣 这一个是连续七杀的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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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 然后我刚刚就是 击退了一只精英怪 它会掉这种花 它叫freeza 然后就是使用这种符文 OK 它使用符文的时候 它会掉落这种花瓣 它这种是白色的花瓣 好 好 我已经来到了神木村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太阳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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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上面的要求他说 是 你要让你的好友聚集在这个花的附近 然后他就会 就会盛开 最后他就会掉那个花瓣 就这样 然后他这个花瓣 任何方式获得的花瓣 你看他只算一个积分 然后你这个积分 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换取这奖励 这个活动先看到这儿 好 好 好